古时候 帝王 圣贤 他们聪明 有高等的智慧 同志人民 教化众生 确确实实是以化解增端 防卫杜剑 为教学的中心目标 由于尝试起生化的教学 能够达到相当的效果 这种效果是被世人所公认的 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衰 最近这一百多年来 由于西方的物质文明 突飞猛进 也由于我们自己的教学 古老的教学 逐渐衰微了 所以中国人 摄取了民族的自信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输转发 打赏 输转发 打赏